刚刚兵哥你说有突兀的地方 突兀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明明这个胸前 现在目前还没有走入正式的司法阶段 也还没有开始法律公法 那为什么 就是这个大姐会突然之间讲说 那个都是你们这些废死的鬼屈十八层地狱 他为什么就讲这个 不是很奇怪 因为还没有 判决还没有出来啊 根本也还没有开始司法审判啊 因为很简单 第一个这个林姓武啊 从被抓到了第一个小时开始 就不断的在说谎 那那个说谎的模式很标准的就是 过去脱罪的常惯用的这一套 而且那是废死联盟跟他们的 保护的这些所谓的受刑人 最常用的招数 就是装意识不清 装被激怒 所以他不是说他被辣椒水喷被激怒 实际上根本没发生 然后就是一步就是 不是你说他喝酒吗 喝什么六瓶啤酒啊 喝酒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 创造他当时星辰丧失 然后辣椒水是 要显示他是被激怒 所以这一切是 突然之间的意外的失控动作 而不是存心蓄意谋杀 这样好帮他脱罪 目的是这样 第一个我觉得从这边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要嘛就有高人指点 要嘛就是他是老手 他早就知道可以这样脱罪 那这些过去都是 废死联盟很常惯用的招数 所以他会让这个二姐 心里头有这个感触 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因为有人泄底 你知道谁你知道 蔡清祥啊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在那边疯狂批评外议间的时候 对 然后就蔡清祥讲一句话 以后杀警的人 不会再让他进外议间 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对我那时候还批评他这段话 就讲的很怪 你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吗 代表他不会被判死刑啊 因为你看我们的法务部长 马上第一时间联想到就是说 以后杀警的不会到外议间 表示他认为就算杀了警察 不会被判死刑啊 不就这样吗 对对 非常明确啊 所以你看大家都已经可以 讲出这句话了 你是家属 你听了是不是觉得 这就是要废死嘛 不就是这样吗 那我跟你讲 昨天他二姐在骂的是谁 表面上他对镜头是跟 全台湾在诉说这段过程 实际上他在骂的就是全部 拿就是全部挤在他旁边那几个 民进党的 因为这几个全部都是废死的 我跟你讲 你忘记游习宽讲什么吗 有一根说我反对死刑 但是这个应该要判死刑 所以游习宽其实很明白的 他也废死的啊 他是废死的啊 陈丁飞也是啊 后面他妹妹也是一样啊 你们这几个围在家属旁边 其实你们都是废死的啊 所以人家在骂谁 就在骂你们啊 在骂谁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而且蔡清祥自己说溜水 告诉大家这个人不会被判死刑 所以你看 就是这样 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那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要检讨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 可是死刑的东西 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讲 什么服事价值 什么叫做服事价值 蔡英文讲的啦 蔡英文这个垃圾 什么叫服事价值 对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 废死 可是还有三分之一的国家 没有废出死刑啊 难道没有废出死刑的国家 就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你最喜欢的美国爸爸 到现在很多周 没有废出死刑你知道吗 所以这叫什么普世价值 有种你去跟 美国来参访的蔡英文啊 跟州长讲啊 你们美国 不符合普世价值了 跟不到时代潮流 因为你们没有完全被死 你敢不敢跟人家讲 那你最喜欢的日本大哥哥 到现在也没有废出死刑啊 那你敢不敢跟他讲 他一直讲什么普世价值 我最讨厌这种垃圾话 普世价值根本就是鬼扯的东西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有不同的国情 有不同的民族性 谁告诉你 我们一定都要跟别人一样 那些猪头喜欢耍笨招 你就要跟他学一起耍笨招 人家蠢就要跟着蠢了 这是最垃圾的一句话 可是宾哥这次很妙啊 费死团体直接在赞张亚琴 说他要做的是假新闻 那张亚琴也很呛啊 呛回去说费死联盟经费哪来 背后常见的是谁 费死联盟鼓动台湾 杀人不会判死刑的 真正目的是什么 在费疑别人之前先公布你的资金来源吧 所以他说哇塔律班内战喔 我觉得应该我要这样讲 这一个事情 虽然我很讨厌费死联盟 我非常讨厌 因为我觉得他们完全不合逻辑 你看那个费死联盟执行长就说 就是一定有比杀人更好的解决办法 谁告诉你一定的 对 你变成邪教啊 你变成信仰你知不知道 你没有科学这个意思 费死还说不管理由为何 我们也反对国家杀人 是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已经把它变成一种信仰了 那抱歉你就不是在跟我谈理论 所以我最讨厌费死联盟人就是这样 我完全坚决反对他们这些胡扯的东西 但是呢张小晴错了 张小晴该被骂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张小晴昨天的讲法是 他听到消息 是费死联盟人主动去教他的 去教林信武 那你要你身为媒体 你要做这样的指控 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对你要负责喔 所以人家批评你刚刚好啊 我觉得亚晴姐如果你要证实你是个新闻人 那你觉得自己不应该被骂 你就把消息的人拿出来啊 不是吗 那如果你根本拿不出来用盛传 用盛传这种就可以解释的话 那你被人家骂刚好而已 好那因为昨天这个图名城的二姐 直接也在怒吼 他说明德外衣间典狱长杜冲点七上满下 就是因为你是政务官为了保 为了你的保卫仕途吗 所以在今天法务部长蔡清祥说 经过多方检讨 我们就责将明德外衣间典狱长杜冲点 罢官调离限职 同时补破网哦 外衣间现在要怎么样补这个漏洞呢 法务部打算要修法 也就是说逃脱两小时通报 那他说这个是在处理流程 应该在案发之后到 迟两小时之内呢 如果有这个人犯逃脱或预期未归等证据呢 就向这个检察署传真通报 立即告发 那再由检察署罚警士收受 立即送交分案 再由检察官迅速办理 依法具体或是发布通气 那在那边我就要问了 你出大事了 你这个时候才修法是不是 而且其实这件事情 好像索方说呢 有啊 他们都有通报这个台南的警方 是检察官没有发布通气 但问题不管是谁啦 反正都是你法务部不是吗 而且我觉得非常离谱的是这个委员 我们一般逃兵是逃了几小时之后 就会发布通气 但是如果这个是逃犯 逃犯现在是不是被当成 一般失踪人口来处理 而且我跟你讲 逃犯比逃兵还可怕 当然啊 除非逃兵 他是带着枪戒逃 否则很多逃兵 就只是做不惯了 尤其那时候一无意的时候 他不惯了 然后他又结婚 很多兵进来前结婚 就想念太太 想念小孩 其实有点以人道上来看 他那还有一点情有可言 所以他们不会去伤害别人 你知道 可是逃犯 有很多犯罪的 他这个犯罪前科 很可能你有杀人 譬如说你有恐吓人家 或有暴力倾向等等这些 你要逃出去的话 坦白讲对社会治安就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 所以现在第一个先理清楚了 究竟出在问题出在哪里 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问题 推到检察官身上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你法务部有义务 把他追查清楚 你不要现在把这个典议长 把它处理掉 可是如果真的说 警察有通报 是检察官没有发布的话 那请问你 法务部长 你下一步你要处理谁 对不对 这个要把它弄清楚 另外我刚刚讲一下 那个所谓的死刑的这个问题 109年7月15 修正了一个叫执行死刑的规则 这是你法务部修的 是啊 所以司法部说 司法院不能说 你们要求我们实现 好像问题是我们那个 是你法务部自己修这个规则的 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是 这修了你们最要命的是一条 申请大法官解释 三位终结则 不得执行死刑 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拿这一条 那这样这些大法官真的 光搞这些 他们申请了这几十个案子 他什么事都不用做 所以 但是你说我会不会骂法务部 其实我不会 因为谁说是普世价值的 对不对 总统 总统讲这样的话 民进党这些立法委 哪一个没有支持废食的 都支持废食的 那你想这样子行政单位 特别法务部的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要修这个东西 一定109年嘛 所以执政嘛 你告诉我 现在是111年嘛 才没多久的时候嘛 所以这个一定是政治的氛围 迫使法务部不能不修 最后就修成这样一个结果出来 对不对 所以要怪的话是政治的问题 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才叫做政治干预的法律 你的政治的氛围是这个样子 要费时费时 求你法务部长你要做什么 你这个选择 要不然就不干走啦 王千锋不就这样子吗 我不执行死刑啊 我走了 可郑永福上来 他就说我就执行啊 所以就枪毙了大概21个人 所以这个就是 自己要去做选择啦 所以我不会特别去怪 法务部的原因在这里 政治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 是 他们这些什么政策官 政治凌驾法律 对 看起来很大 其实他们是很小的啦 因为政治的力量太大 民进党执政的 政治的力量太大 官僚体系 各部会力量变得太小了 就这样子 所以 这整个的问题就是说 很好啦 让大家重新反省一下 说这什么普世价值 我告诉你 都是在 很多事情都是在改变的 都会在改变 美国有些时候 以前没有执行止刑 后来也执行啊 那你看核电厂 日本下距离在翻案啊 日本首相说 我要盖新的核电厂 这个下一个世代的新的核电厂 然后救了核电厂呢 我要让他们这个复役 延长他们的寿命 所以你看得出 日本受到这个 这个福西嘛 这个福岛的核灾 最严重的灾害国家 才几年它就改变了 所以这个会改变的 有些人就是很凶惨嘛 你这两个警察给你无冤无仇 你把人家杀成这个样子 这个有交化 这个有可能可以交化吗 对不对 像这个都天理难容啦 人当然都有犯错的时候 所以都要尽量给人家机会去改过 这个我完全赞成 而且人不要随便执行死刑 这个我也完全赞成 可是像这样凶惨呢 对无无 人家也没有对你 就是说你的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 那你把两个疏不相识的这样的警察 当场把他杀死 而且杀这么多刀 像这样我就觉得 你如果不处理他的话 你会让很多想犯罪的人 变得更敢去犯罪 反正也不会死啊 我到时候就说 好 我要申请大法官失线 然后就一直拖下去 所以真的要修了就这个 这个执行死刑这个规则 要把它再修一次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花个两分钟时间 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尔杰 他的这个自治巨剧 其实骂着政府是哑口无言 一起来看 谢谢各位媒体继承来 请你们发挥你们政治圈的力量 好好的接住这件事情 会怎么发展 然后我想说的是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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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刚在19成就要血流光死掉了 法务部长 讲座署长 你们所作所为 每一步都在践踏每一个 受害移毒的心 你们知道吗 他们先犯说 你先犯说他是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面的每一个计刑制包人员的力量 力气 请你们走起来好不好 请你们不要再讲轻飘飘的官场文章 还有完整的是 明德外域间的 典狱长 杜聪典长官 你的气上满下 就因为你是政务班吗 就为了你的 你保官的仕途吗 如果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明成跟瑞宗 明成跟瑞杰 会是要踩死在荒酱原位吗 你支持吗 你有没有牵引啊 我没有讲完 对不起 我没有讲完 我没有讲完 我现在很冷静 这一句话 是我代表受害遗嘱的心情讲的 他不听我说 这一句话 是我代替那些 每个晚上流眼泪 睡不着的受害遗嘱讲的 好 看到这一段 其实在聊天室里面很激动 汤老师 听了这个 他的二姐的讲话 以及看到他的这些表现 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鼻酸 这里面我想再检讨一下 这个有关于这个外衣间的事情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于说 这个外衣间本来是他的利益良善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搜寻人 然后呢 你可以在社会上 做一些跟社会的融合的这些动作 然后呢 不会受到很大的这种钳制 虽然你是受刑人 可是呢 你还可以在社会上 能够跟社会相容 这个原本是好的 而原本是什么意思呢 原本是说这些人 也就是说能够有外衣间的这种 权力的人呢 他们都不是那种重刑犯 因为你犯罪很多种类啊 有些是很凶残的 那有些还是没有那么凶残的 你比如说贪污犯 贪污犯 你比如说公务员贪污 那他这个跟凶残没有什么关联 那你凶残的话就是强盗啊 杀人啊 强奸啊 什么这些 那这些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能够让他有这个 有这个享受这个外衣间的这种 这种权力 因为这些人 他们的这种犯罪的倾向 犯罪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 我所谓这个犯罪是说 真的犯这种比较凶残的这种犯罪行为的 这种比例是比较高的 你说你要一个公务人员来做到 做到这个地步的话 我想这个是困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你像比如说他贪污 可是他贪污他不是贪公家的钱 他贪到这个私人的 他受贿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因为你就跟公家的这些资金 跟这个我们这个交税人的这个钱没有关联的 那这些人呢 那当然他的这个犯罪的情况 跟你这些强盗杀人的强奸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原本是说你这些公务人员或说是你犯这种相对还比较文明的这种罪的 这些人他可以享受这个外界的这个权利 可是现在这个就是在2020年 那个时候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 他为了要给一个累犯叫做李清福 要给他量身材质 才给了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重刑犯的这些人 给他们享受这种权利 那这样子的话那就会造成今天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我想这一点这个实政党 民进党是绝对难辞其咎 我另外讲一个是个死刑的案例 2011年在挪威 各位我不晓得还没印象 有一个人呢 他拿那个机关枪去扫射杀了77个人 都是小朋友啊 都是很年轻的人 结果呢 他们那个国家因为这个挪威 他是反对死刑的 他是没有废除死刑了 那所以说你杀了77个人 你还是只判了21年 而且他在判罪的时候 他说我出来以后我还要照干 他从来没有说有悔悟之心啊 因为你21年是他那边的最高的刑罚 可是我觉得这里头就问题就出来了 这里面就牵涉到了一个直变跟量变的问题 你说你77个人 你不判死刑 那你700个人啊 你7000个人啊 那你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量一直增加 你比如说你这个小镇里头 这个小镇里头你只有这一两千人 好了那如果说你这个死刑的这个 你杀人的这个人数 如果说你膨胀到一个特殊这些能够寒瓜 你这个小镇的这个人口的话 那整个小镇都没了 那剩下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就是一个杀人犯 你这个讲得通啊 这根本讲不通嘛 什么什么费死是世界潮流 我觉得这里头漏洞百出 这个主要呢 还是要看你这些相关的国家 相关的社会 他们内部的自己的这种价值判断 那所以我想说 刚刚这位二姐她的这个表 她的这个表现啊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完全支持 而且你这个费死的这种 这种做法确实在现在 尤其是在台湾 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天理不容 好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在 不管是要打击一几 或是要带风向 是不是呢已经是 到了公然养网军的地步了 等于是拿我的钱封我的口 但是养的是你的人 在明天就要挂牌的数位发展部 预算出来了211亿 天哪这是一个什么叫数字啊 好像是赖斯堡委员直接 喊说这个数字大到可怕 养的是600人 好那600人里面高达5成是约聘雇 那赖斯堡就说 那扣掉好了每个月薪10万 一年的人事费7.2亿 将有200多亿元被用来作为计划业务费 问题是这些钱要怎么花 现在外界都不晓得 那我等会要特别请教兵哥 因为唐凤说呢 他的工作任务首要是 资安资讯安全 兵哥明天要挂牌的数位发展部 211亿的预算要做哪些事 搞了半天现在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唐凤只说是资安 唐凤 唐凤你跟人家讲什么资安啊 就是啊我在讲前一阵子的时候 我们不是被中国的网军 外交部总统府 你不是全部被人家贡献吗 人家演个席你说好 怕引起两岸之间真的战争 你说人家演席你不敢去碰触也就好了 人家都入侵到你的网站 你挡都挡不住 好就算你挡比较困难挡不住 你可不可以帮我反击回去 去贡献一下中国大陆外交部的网站 中国大陆国务院的网站 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 你也做不到啊 那我怎么能够信任你能够保护资安呢 而且拜托资安这种东西 不是你这种小孩子玩的 你先搞定政府网站不会当机 这个才是最重要吧 你唐凤忘记 从你经手的所有东西全部当机 在中国网工的那时候 唐凤有说喔 数位发展部的网站 当时一秒都没卡 所以我觉得 他真的是随便说说 而且你知道数位发展部的网站是外包的 也是外包的 他全部的东西都外包的 他说这个人根本就是在外包部长 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外包 他除了外包什么也不会 然后这个部本身的荒唐在什么地方 他荒唐在他的编制才六百多人 对 然后你一年编他211亿 吓死人 然后这里头一半还是约聘雇喔 对 那请问一下 你这到底是什么鬼部门啊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一半约聘雇吗 不需要公务人员的多少比例吗 是没有硬性的规定 但是问题是他这样做是干什么你知道 你以为这叫数位发展部啊 不是这叫网军发展部 真的是 他现在就是要把过去零星的接政府包案的 每一次案件记筹的这些网军 直接纳入数位发展部的管理 让他直接领政府的薪水 就这么简单啊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每一个以后就直接在内部用各种专案的名称 所以他必须要编列这么多的钱 而且为什么要敢在现在急着要成立选前要成立 因为成立了之后才好发动攻击啊 这样才对选年级的选举有帮助啊 不就这样吗 你去算算看 他就算每一个人有那个国民党算过了嘛 每一个人给他领10万块的薪水 以政府官员来讲这算高了哦 平均这样算很高哦 然后10万你这样算加起来 这些人一年光薪水才用到10亿多 那你为什么要编到200多亿 对啊 所以那你还有200亿要干嘛 200亿就让他们去玩啊 让他们去做认知作战啊 让他们去做网路攻击啊 而且宾哥因为听说这个就是数位发展部 接着就是中介法的部分 NCC要跟他们一起讨论 你有没有注意到喔 NCC照理来说 你苏贞昌叫他暂缓数位中介法 结果呢 他说应该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共识 结果他找共识居然去找数位发展部 是 这不是很好笑吗 你应该要去问全国的民众 问网路的经营者嘛 结果你跑去问社会发展部 请问一下什么意思 社会发展部能够代表一般民众 这些人不全部都是你蔡英文的底吗 都是你们的子弟兵 你们大家 等于你们同样一票人关起门来讨论而已 这叫什么广纳善言啊 所以根本从来到来就是在鬼扯 这个部门成立的 唯一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网路作战 网路攻击 那攻击的对象 抱歉不是敌人 不是去攻击解放军 不是去攻击中国大陆 是攻击我们台湾自己人 是前置台湾内部的言论自由 这才是民进党成立数位发展部的初衷 我跟你讲这个不成立之后 说真的我去年就很预言了 这不成立之后中间就要开始危险 你们以后会有很多东西会受到阻碍 即使数位中介法没有通过都一样 其实会有这个发展部 因为他光是每次把你限定就好了 把你限留就好 把你做各种样子 让你没有办法导流过来 你们就会死得难看 那因为这个唐凤说 反正目前主要的这个数位发展部的任务呢 就是资讯安全 可是刚刚我们也有讲了 你看时间列出来 8月3号晚间当时 国防部的网站被害被共军害 4号也是嘛 中复国防部外交部 这些部会这些人受到攻击 还有桃园机场的一样啊 可是你唐凤完全束手无策啊 那更别说在过去我们这位这个 是位IT大臣喔 那为什么每一次上 需要跟网路有关的全部都在转圈圈啊 疫苗预约平台大当机 这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嘛 那五倍劝开跑第一天 官网就当机 还有呢包括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要疫苗 所以唐凤系统又当机 那民众批评说这个网站啊 只有登出不用等 否则一直在等一直在转圈圈啦 好还有呢 这个部分一路看下来 就是我们的IT大臣唐凤 在过去出了这么多包 那这次的数位发展部呢 编列了211亿元的预算 要做资讯安全 我不知道这个委员怎么看 而且对这些钱 我实在不知道还要花在什么 就是网军攻击吗 宣传吗 洗地带风向吗 这其实喔 这个部看起来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认为其实 真正跟军事安全有关的部 是不归他管的 是不归他管的 你想想看看 军方他们自己有一套 很严谨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你 他会让你堂木管吗 所以我们这样讲没有错嘛 网军他们现在只会出征一几嘛 这个数位发展部是出征一几 但挡不了共军的网军 这个真正的那种军师机密 尤其是非常敏感的军师机密的话 他不会准备让外人去碰 对他们来讲你唐凤就是外人 因为你可能不懂这种东西嘛 这对于是非常隐秘 他有很多是直接跟美方在联络的 在联系的 那我是比较担心一件事就是说 会不会给他太多的权利 因为你有手上有这么多预算 然后你要雇用的这些人的标准是什么 你要不要一个考试 好像我听到有些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委员会 当委员会决定你 要用你 你的学历如何什么全部都不重要 就由那委员会来决定 是不是这样子 像我的感觉 我好像看到有这样一个职讯 那这样的权利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因为我虽然讲说 军师机密的部分 应该不是规他管 那个网络 但是即使这样 这个还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 是 所以对任用人 你预算多 当然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但你用人的标准是什么 对不对 是你有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审查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这里面包括安全的调查 对 背景的这种调查 那而且有没有 这是考过譬如说比试 这些等等有没有 我给人家 现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 好像唐凤要用什么人 他就可以去用他 由他们一个委员会来决定 不管你这个应征者的 你的背景什么 你的学历什么 你什么都不管 只要我们觉得说你很行 我们就用你 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用了 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这个才会比较那个一点 而且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唐凤大概是符合民进党 他们的某些的信仰 跟某些的价值 就像唐凤这样背景的人 把他培养起来 让他变成一个非常闪亮的星星 可能对民进党认为 这对他们来讲 在政治上来讲 对他们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 那我不反对 唐凤应该智商非常高 我觉得他智商非常非常高 我不反对 他还没有受过非常严谨的 这样一个训练 这个我不知道 但他应该有他的一套 可是如果他的专业的背景不错 是不是就可以当到部长 这个我是会比较会存疑 尤其你这个部位 给你这么多权利 然后你管的东西又很敏感 请问你你收到监督够不够 你有没有收到 足够相对严谨的 给你这么多钱 给你利用人事 这么宽松的这样一个标准 给你去做你自己想做所有的事情 这样子呢 你有没有相对接受 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监督 这些立法委有没有办法监督他 我是非常怀疑的 民进党和立委 他只是看上面政治要 政治高层要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那在野党和立委 根本你连对抗能力都没有吗 这我比较担心 就是你想有那么多的 这么大的权力 你会不会受到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监督 这个是我比较怀疑的 好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 怎么又有美国议员来台湾了 这已经是近期第三波了 裴洛西之后还有马基 这一次呢我们来看到的是 布雷波恩他们说定期的高层访台 昨天晚上到的啦 说是美国长期政策 不会因为中国霸凌就背弃 台湾期待会晤台北领袖 强化美台的伙伴关系 那这一次呢他甚至直接在开呛说 绝对不向中共卑躬屈膝 好那过去在推特上呢 还有包括讲说我会继续和台湾人 还有他们的民主自由权力站在一起 习近平是吓不倒我的 好可是我们看到呢 其实主要他们这一次 包括在前年的二月份 有提出了法案 是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还要推动是在今年的七月 提出了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 那么其中呢台湾民主防御武器 租借法案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主要的内涵是 授权美国政府呢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租借武器 给台湾来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 但问题来了 我们要买的武器都不给我们 全部都延迟啊都到不了啊 来看到了自走炮延迟交货 还有次争飞弹国防部已经证实了 因俄乌战争也延后 所以这个武器都没到 那该怎么讲 那推这个法案是有什么用呢 老师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做法呢 确实有一点太超过了 太超过 太超过了 因为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现在是明显 不能再明显了 就是要把台湾 推上火线当炮灰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 不过这次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他坐一个飞机来 这么一个人 对 我以为他帅了一个团 团队 结果他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来 然后呢来这边耍一招 耍一招招了以后呢回去 然后呢他要想提一些案子 说万一这个美国卖武器来不及的话呢 就用租的 因为美国现在可能有些武器呢 就送到乌克兰去了 所以说呢对台湾这边呢 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排挤的这个作用 那所以说他就用这种方式 用这个租借的这个方式呢 来弥补这个不足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 你台湾人啊 你死多少根本跟我无关 因为我这个不管是租也好 是买也好 你台湾还得出钱的 我们这边要出钱 我们出钱完了以后呢 然后他把我们推到第一线去 然后呢他在后面三火 他在后面三火 他今天来讲了一些什么话 他在推特上讲什么 他说什么中国过去5000年的历史 都是什么骗骗 打打杀杀 七七骗骗的 都是搞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这个共和党 因为他是共和党 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人啊 尤其他是支持川普 非常有利的一个参议员 这些人如果说是今年 或是明年2024 他们上台的话 那我倒觉得说 绝对是天下大乱 因为民主党啊 对于这些问题啊 他还比较能够按照牌里出牌 虽然已经很讨厌了 可是呢像这种人啊 他们如果真的啊 给他这个2024 让他赢得选举的话 那我看那个东西 台湾这边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悲观 那所以我说这个 像这次他们到 这一个女士 他只有一个这个参议员 到台湾来 那当然啦 我们会想到说 他一定背后还有一些 他自己什么不同的这种利益 包括我们最明白的就是 他如果说他要推 不管是出售武器也好 不管是租建武器也好 他中间是不是做一个前客 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嘛 那你这样子千里迢迢跑到台湾来 全部都是为了党国 都是为了支持台湾 这个我觉得也未免太幼稚了 除非他自己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包括你跟军火商的怎么样的勾连 然后呢你帮军火商怎么样在台湾 来推销这个相关的这些武器 那他这个里头的利益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所以我说像他们这些 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他们到台湾来 当然表面上讲得非常 漂亮 很堂皇的 那说我们这个是 大家都是这个共同一致的 民主的朋友啦 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这个私底下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 意思说你到底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为了军火商的利益 还是为了谁的利益 你今天跑到台湾来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很多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因为我们很难 我们要去深入的调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比较完整的来 把他这次来台湾的这个目标目的 能够把他完整的图像 把它展现出来 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是被蒙在鼓里 完全是说为了美国的利益 而来打前锋 而现在呢 虽然是这种情况 我想北京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对策 你像比如说他这个军演 其实他这个军演应该叫做战演 他不叫做军演 军演的话你是假想敌是虚的 可是战演的话呢 你假想敌是实的 所以我们说应该叫做战演 那这次战演呢 他看好就收了 看好就收 就是说不愿意掉入你美国所要设下的这个陷阱 也就是说你尽量一直不断的用台湾 来刺激北京 刺激大陆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使得那边他们必须要做出一些反应 可是呢 现在我觉得他们那边也 这个非常的领性了 就是点到为止 可是呢 像他这种 如果说你持续加码 就美方持续加码的话 那你势必那边大陆这边呢 是不是还能够 能够有相应的这种措施 那我觉得他们要 有发挥这个高的智慧 来处理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上了 美国人的圈套 而使得我们两岸 第一个受害 对而且台湾利益才是悠闲吧 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见她的时候致辞了 又讲到台湾在半导体产业 有长期的发展累积 乐见半导体业者前往美国进行投资 也期待共同强化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所以就把台积电往外推啊 就是蔡英文一贯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完全不保护我们自己的厂商 美国阿爸跟你讲要什么 我们就赶快双手奉上 害怕给的太慢不高兴 那刚刚汤老师讲到说 他说中国什么过去几千年 都是打打杀杀什么东西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美国成立才两百多年 你美国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过去这两百多年来 全世界发生战争频率最高的国家 你不就是吗 你才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吧 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谁参与战争的数数有你多 无意不语 国际战争你无意不语 世界上战争八成都是你美国人搞出来 不好意思讲 真的是猴子不知屁股红 那蔡英文很糟糕的就是在这里 你每天在吹捧 告诉我们说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他对台湾这么重要性不言可遇 然后美国人说要拿就 你就给他 说要提供资料你就提供给他 你到底是怎样 你是协助美国人来掏空台湾的吗 你要把整个台湾全部都榨干 让美国人觉得台湾失去利用价值 让美国爸爸高兴走 然后你也可以顺便走 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然的话 这是我们台湾现在 最重要的武器 结果你这样拱手让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悲哀的就是 上次陪洛西来的时候 刘德英为什么要赶在陪洛西来之前 就赶快先接受媒体访问 然后故意去讲那一番话 其实就在告诉你 我台积电没有你美国想象这么重要 你不要来弄我 拜托你不要来弄我 那业者都已经这样讲 业者为什么要这样讲 再来说蔡英文跟张忠谋这间的关系很好了 你蔡英文应该主动帮台积电讲话 结果你没有 那是刘德英都知道 你蔡英文不愿意去讲这个话 所以他只好这样做 不然刘德英是非常低调的人 所以你都逼了厂商这样做了 结果你还躲在那边 你当了什么鬼总统 你的总统是负责卖台了 把台湾东西全部卖卖 让台湾的产业全部都出走 那你就搭成你的任务了吗 史上最卖台的总统就是蔡英文 所有台湾的权益都不保存 然后拼命的送给别人 这像话吗 所以我真的拜托 台湾也要看清楚 蔡英文才是史上最出卖台湾的垃圾总统 好那这次美国议员来 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好几波 这个委员 我们这边是怎么样也挡不住吗 不管他跟我们要什么 他们现在在修会嘛 对 所以他们就四处走一走嘛 有的尤其不是他的选几年 比如说其中选举 是 他就走 其实这位参议员来这里前 你搭过飞机 到巴布尔 纽丁亚 也到了索罗门去 他为什么一个人就可以坐 这个美国军方的飞机呢 因为他在军事委员会 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子 他是非常保守的啦 其实田纳西州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他是反对堕胎的 所以对美国妇女 对这几个投票的参与员都是 对这些主张的参与员都是非常不喜欢的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测器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